故事五分招 有一天有一只小猪开心的唱着歌 走在森林里找食物 走着走着 他发现前面有一间很奇怪的商店 商店里卖着各式各样的糖果 小猪感到非常好奇 走过去问老板说 妈咪叔叔 你的糖果店里卖什么糖果啊 欢迎来到超神奇糖果铺 只要吃了我店里的糖果 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哦 来 这颗黄色的糖果 你吃看看 不用钱 我请客 小猪把糖果吃到肚子里以后 和老板说 妈咪叔叔 糖果好甜哦 可是什么神奇的事也没发生啊 你试着把这块大石头抬起来看看哦 这怎么可能 这石头这么大又这么重 小猪一边说一边试着抬起大石头 没想到大石头居然被抬起来了 黄色是神奇大力堂 可以让你的力气变很大哦 但是当糖果被小猪吃完以后 石头突然变得很重很重 小猪再也搬不动石头了 原来糖果一吃完神奇的效力就会消失 来 接下来试看看这颗蓝色糖果 猫咪老板一边说 一边就把蓝色糖果喂进小猪的嘴里 小猪吃了糖果以后 还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猫咪老板说 你试着叫一声看看 小猪试着发出一点声音 没想到居然是老虎的声音 连小猪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过当糖果吃完以后 小猪又回复原来的声音了 接下来这颗绿色的糖果也很棒哦 猫咪老板在把绿色糖果喂进小猪嘴里 这时候小猪居然隐形不见了 原来绿色是隐形糖果啊 真的是太棒哦 小猪非常高兴 不过当糖果吃完以后 小猪还是显现出原本自己的样子 来小猪 你吃这颗粉红色的糖果 会有很大的惊喜哦 小猪把糖果吃到肚子以后 这次居然变成了大野狼 你看 这糖果是不是很厉害啊 才棒了妈咪叔叔 我决定要买三颗粉红色的糖果 和一颗绿色的糖果 没问题 叔叔我再多送你一颗白色的神奇平安糖 如果你遇到麻烦 要记得赶快吃下去 会发生神奇的事情哦 猫咪老板边说边把糖果都交给了小猪 小猪高兴的离开了 走着走着 小猪突然有一个恶作剧的想法 他一口气把三颗粉红色的糖放进嘴里吃掉 突然咻的一声 小猪变成了大野狼 把森林里的动物吓得四处逃窜 我是大野狼 我要吃掉你们 动物们都吓坏了 好可怕 是大野狼 快走快走 这个时候 森林里出现了一只 货真价实的大野狼说道 不行不行 你太逊了 你这种烂方法 连一只兔子不连一只老鼠 你都抓不到 小猪没想到会遇到真的大野狼 吓得全身发抖 心里很害怕 于是顺着大野狼的话说 那那那那要怎么做才好 来跟我来 我教你啊 大野狼完全没发现 眼前的同伴是小猪卫装的 那那那那就拜托你了 小猪也逃不了了 只好跟在大野狼的后面 走啊走 小猪被带到了大野狼村 到处都是大野狼 我好像闻到好吃的猪肉味道 味道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好多大野狼都往小猪身边聚集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变成大野狼的小猪糖果刚好吃完 回到原本真正的样子 喂你们看就是那家伙 他是假的大野狼 小猪赶紧把绿色隐形糖丢到嘴里 咻的一下小猪隐形了 啊啊啊你们都看不见我欸 我要赶快回家了 但是当小猪走到村门口时 糖果已经吃完了 原本性型的身体又显现出来了 大野狼说 哈哈抓到了 小猪心想完蛋了 忽然他想起猫咪老板给他的神奇平安堂 于是他赶快拿出白色糖果放进嘴里 小竹竟然变大了 而且越来越大 越变越大 大眼狼全部都吓坏了 慌慌张张的逃了起来 小竹这时 才松了一口气说 大神奇糖果真的是 太神奇了 不过以后我还是 不能要随便乱吃它 只吃妈妈给的糖果就好了 想听更多故事吗 记得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哦